各位共同夥伴 今天下午我們第一個課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行政院的談貢政委員 幫我們演講今天的題目是 台灣社會創新的發展趨勢 我們知道唐委員被稱為是 台灣電腦的十大高手之一 那關佑應該是出答案出來 他資歷非常多的專案的開發跟維護 大家可以看見他身高不有高得多 他表示說他的智商也是比有高得多 他智商是180以上 所以台灣的正規教育都沒有辦法配合他跟適合他 所以他很多時間裡也靠著自我尋習 他也曾經擔任過Exexperle 和Hesky的語言設計師 跟首席的實作者 還有奧爾瓦公司的負責 另外他也擔任過行政院虛禮世界法規 我們用最多的掌聲來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剛才因為設定無線網路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投影可以開嗎 大家如果現在手上有網路的話 有手機的話 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連到這個網址 叫做slido.com 還是換我轉接 如果沒有投影也沒有關係 我也可以清場 但是可能大家就比較 只能看得到彼此的問題 可能就比較看不到我的簡報 我們還是盡量試著投影看一下 再給我一兩分鐘 有了嗎 真的是轉接投 那大家請開這個網頁 slido.com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是用你的瀏覽器 連到slido.com 進去之後呢 就輸入328這三個數字 然後按加入 加入是一個join 是一個綠色的按鈕 那加入之後呢 各位就會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我每次演講大概都是開成匿名的 我早期有曾經試過劇名 就是說你一定要好像舉手發尾 讓大家知道你是誰 那這樣子發現都是收到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那匿名的時候呢 才真的會有挑戰性的問題 因為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 也不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如果有人已經在上面了 可以試著打聲招呼 就是說嗨或之類的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問的問題 第一個真的是匿名的 第二個 別人可以看到你問的問題 然後如果別人也想問類似的問題 那麼他就可以按讚 那如果按讚的數量比較多的呢 就會浮到比較上面 那浮到比較上面呢 我待會呢就會優先回答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問題 那比方說我們在場二十個人都想問 那這樣我就知道說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解決了二十個人的問題 那對大家的時間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利用 所以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 又可能十五分鐘裡面 我會先就我在行政院 在社會創新方面 來做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報告 但是呢跟社會創新完全無關的事情 如果大家想要問開放政府 想要問青年參與 只要不要問我要不要選參與市長 因為這題我回答過了 之外大家都可以問 所以這個任何人隨時在SIDO上有問題 我在檢報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就會回來 然後呢就具體的 跟大家一個一個去 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一直到時間結束為止 那所以目前我們 有看到有位朋友歡迎我 那其實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大概十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就先快速講一下 我目前在行政院 負責的所謂的社會創新 這四個字 到底是在做什麼 因為這個可能對很多朋友來講 都是比較新的一個字 社會上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要去改變 我們政府在治理結構當中的角色 在傳統的觀念裡面 在上個世紀 政府呢就像是中間的這根繩子 然後呢民間的各種不同的利益 好比像說這個環境跟開發的利益 左派跟右派的利益 各種各樣的利益 就是好像利益關係也有一些角力 政府有兩個主要的重點 一個是說要負責這個橫平 就是說雙方都不要有太大的犧牲 要保持一個穩定性 那第二個是說這個繩子不能斷掉 如果斷掉的話 雙方就沒有共同的語言 那大家就沒有一個公平的一個環境 那所以政府在維持環境 跟維持利益的橫平上面 向來都是治理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但是呢當新的世紀出現了 我們有了寬屏網路 我們有了手機 忽然之間這兩隻狗都長得非常大 就是說民間自己組織的能力 自己組織的速度 自己組織的力量 比起我們一年只能改一次方向的公部門 忽然之間變得比較大了 那我們呢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子 在兩邊就找幾個公會代表 找幾個公會理事長 然後就好像覺得說 我們就擺平了兩邊的朋友 完全不是 現在新的議題 所有的議題 都是各方利益關係 自己就組織起來 那結果是什麼 一個就是政府承受的 壓力越來越重 甚至這個tension 越來越強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越來越難 讓兩邊的理念 能夠被彼此能了解 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碎片化 變得越來越斷裂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對於治理的合理性 合法性 都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全世界的民主政體 不信任政府 越民主 越不信任政府 這個就是在手機開始出現之後的 一個大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要做社會創新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要改變我們政府在中間的這個角色 剛才是一根繩子 那是因為我們問的問題是 怎麼樣子才是能夠達到各方利益的均衡 所以一定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在政府治理的時候 我們問的問題改變起來 我們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怎麼樣子的情況下 才是有一種新的情況 可以讓大家都達到共好 大家都贏 有沒有什麼共贏的solution 現在沒有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沒有想得出一些新的方法 這是我們可以問大家的 第二個是說即使現在大家想不到 那有沒有哪些共同的價值 至少是我們可以都認同的 即使現在在利益上面稍微有一些衝突 如果政府可以自己只問這兩個問題 而且反覆的問這兩個問題 而且把問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都讓整個社會上面 在解決類似問題的朋友們看到 那麼政府就會變成一個連接者的角色 這個制野架構就可以變成是 關心社會的朋友們 關心商業的朋友們 關心環境的朋友們 跟關心治理的朋友們 都能夠加入在一起 創造出共好 以上非常有口號式 其實這些東西在台灣 都是20年以上的歷史 這些可能各位朋友都比我還要熟 這些組織 在台灣不管是採取合作社的形式 採取NPO基金會的形式 或者社團法人的形式 又或者是採取公司的形式 一向都有朋友們在結合 包括社會力量 商業力量 治理團結的力量 跟環境的力量 那這個呢 是在台灣 我們把它叫社會創新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 這樣子一股 就是利他的 共好的 等等的這些力量 或者是說 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有一些特定信仰的朋友 會說是功德 那我想這些都是正確的 就是說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啦 台灣的社會裡面 充滿了這樣子的力量 所以呢 我們在行政院在推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像很多的國家 我們要從國民的素質教育開始做起 我們的素質這個部分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要讓剛剛提到的語言 彼此之間可能彼此不相通 大家學的東西是不同的 像一些年輕的朋友們 他們學的是服務設計 是體驗設計 這些學科 事實上在30年前 根本還沒有開這些學科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這些新一輩的朋友們 能夠加入到這個已經二三十年的這種 共善的一個傳統理念 像有一家社會企業 它叫做點點善 什麼叫社會企業呢 它就是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然後它運用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說它是社會創新的一種 它的創新是商業模式 當然社會創新有很多別的種類 但是透過商業模式 來做社會創新 我們還叫做社會企業 點點善是一家社會企業的特色 就是它會去找社會裡面的各種弱勢者 把大家都覺得說我們是要照顧他們的這些人 去找出他們優勢的地方 大家都沒有想過的優勢的地方 好比像說他們就跟寫漢爾基金會合作 去讓漢爾畫出這些充滿童趣的這些視覺設計 然後它當作世大運 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視覺主題 那其實你要我畫我還畫不出來 這個真的是需要相當有這種 innocence的人才能夠畫得出這樣的藝術來 又或者說它會結合一些像盲人的朋友 大家可能有聽過歐洲有一個社會企業 也來臺灣叫做黑暗對話 黑暗對話就是說在全黑的空間裡面 我們來辦一個共識營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很vulnerable 就是全黑的空間我也手足無措 但是就有一股非常鎮定的力量的引導員 來帶大家完成各個共識營的流程 那就是盲人朋友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們是完全的優勢者 我們都手足無措 那你經過這樣一個過程之後 對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那同樣的他們就會一點一滴的去看到 各種不同而弱勢的 像這一次他們挑的是肩賣者 那肩賣者我應該不用介紹 大家應該都有碰過 不管是口香糖或者是衛生紙 我們常常在城市的角落裡面看到肩賣者 那他們透過服務設計的方式去看肩賣者 目前的我們叫痛點 痛點就是說結構性的難以克服的東西 第一個是說肩賣者通常不會去宣傳他們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們在經過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他跟誰進貨 他到底這個利潤多少 他後面的那個就是供應鏈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有沒有冷鏈呢這些 他們是不會發配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後面的一個模式是什麼 很多朋友會有疑慮 那這個是真實的 那第二個是說 他的互動是比較有限 如果他的互動一直都是說 欸先生小姐行行好 那你第一次接觸的時候也許會買 但到第二次第三次 還是聽到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購買的意願就大幅降低 因為你沒有辦法換到更深入的互動 那第三個就是講穿了衛生紙也好 口腔條也好 別的地方也買得到 便利商業買得還更便宜 那為什麼要跟他買呢 事實上沒有什麼必要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接賣的這個Niche 他就一直很難發展成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優勢的這個服務 那所以呢 我們目前的社會企業的重點 就是再去結合各界的社會創新 像一個叫人生百味的社會企業 他們專門就是去讓無家者 讓接賣者 透過他們的互相的支持的團體 讓他們能夠就是穿得很professional 然後也學到更多的互動的方式 建立起他們的自信 然後做一些職能的訓練 點點上要去聯繫到 我們做輔具的一些社會企業 能夠把那個看起來就是 很有年紀的輪椅 變成一個非常新的 然後一個人體工學可以轉過來 跟你對話的電動車 不但有櫃台 還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可以放公益廣告 下雨的時候還可以折下來擋雨等等 反而就是做成一個 你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型很酷的一個東西 那更重要的是說它會跟在地的那個場域連結 如果好比像台北是正在推公平貿易城市的話 假設老闆市場也是這樣 他們就會去批一些你在別的地方買不到的公平貿易的茶 或者是咖啡 或是一些其他的產品 或是如果要發生一些活動 像我們五月 在台中有一個非常大的社會企業的高峰會 那他們在那邊的文化園區的導覽的活動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跟城市連結的 所以當點點上去翻轉這個大家對結賣的印象的時候呢 他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在網路上去進行群眾募資 那群眾募資各位可能已經知道 我就不多介紹 簡單來講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在網路上面花一點點錢 換到一點點回饋 但這個回饋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中央的時候你換到了參與權 他們本來要募八十萬 一下就募到了一百萬 那大家願意掏一點點小錢出來的人 他買到什麼呢 買到建議的權利 所以你看到剛剛那些idea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網友發展出他們無數的想像力 他們說挨台灣熱點還沒有到的地方 這輛車因為它可以發電嘛 那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無限的熱點 那人群就會聚集 甚至在旁邊抓寶可夢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電了 他也可以幫你充電 然後在等你充電的時候呢 你就跟他泡一杯公平貿易的茶 然後交換一些人生故事 或者是下雨的時候 他也可以提供愛心預算等等 有無窮的可能性 那我們在這邊的工作 就是去讓這樣子的創新 它能夠連結到所有需要的社會創新者 變成一個生態性 然後一起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翻轉大家對於接賣者的印象 那以上呢 像這樣一個很具體的一個例子 我們在台灣去年新展銀行 跟聯合包運行工程做的調查 你在台灣隨便找一個人 然後問說 你覺得有社會使命 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願不願意付出比一般的價格高來購買 或甚至投資 五個人會說好主意 我要投資 這個我願意一家購買 但是呢 你如果再問說 那你講不講得出一個商業模式 它是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 五個人裡面呢 就四個人講不出來 那所以目前的狀況就是一個 叫做不明覺例的狀況 就是說我不是很清楚這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它很厲害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 對於我們進一步的拓展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要凝聚的 就像剛剛講的 不是大家的錢而已 而是說是它的時間 大家的參與 大家的認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說 不是只是社會企業 或社會創新這幾個字很酷 而是說你透過這個 怎麼樣認識具體的這些團隊 怎麼樣參加具體的社會使命 甚至把大家在公寓 本來就會參加的一些慈善的NPO團體 跟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本來就會做的一些CSR或BD的工作 能夠結合起來 那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在 我剛才從空總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出來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算是一個旗艦點 這個地方的整個規劃 全部都是讓社會創新人士 大概上百位 我們在一片廢墟當中 一起討論出怎麼樣 才能夠反映大家的需求 這個是去年才開張的 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如果是工部門的標案 絕對不會長這個樣子 這個組合場就是 也是喜愛兒的作品 然後呢 它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設施 就是當時大概100多個不同的社會創業家 談出來的 他們說食物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廚房 我們有廚房 我們有個很厲害的主廚 做分子料理 他們說一般的公家的這種 預算中心都是開到晚上7點 可是大部分的活動 有意思的都是晚上10點以後了 所以我們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警衛有輪班 又符合到機房 然後他們又說 這個每次碰到跨部門的情況下 都難以溝通 所以我們就把各個部會的註點的人員 都安排在這邊 而且我自己 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除了要來演講之外 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所以任何人 都可以直接來找我談 那更重要的是說 在這樣子的規劃之後 我們的政策的形成過程 就變成是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想出來 我們政府 就像剛剛講的 退居第二線 幫這些解決 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們自己 跳出來說 我們每年就挑這三個 社會問題要解決 不是這樣 而是讓任何自然解決 社會問題的人都可以 在這邊得到能見度 然後去聯繫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呢 在我切換到Smile之前 我想要講是說 我在這邊 應大家要求 每個禮拜三 Office hour 然後跟 大概十幾次 跟上百位朋友們 一起做政策行程 我就發現了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說 會來找我的人 都是住北部 或住高鐵站旁邊的人 這個是很 事實上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到這個地方的成本 真的蠻高的 我們可以約視訊 可是有的時候 他千里迢迢 從花蓮或從台東上來 他能夠帶來的那個簡報 我能夠用的時間也有限 其實上真的是有限的 理論上 我還是要去那個限定 看到那個社會 才能夠去聽得懂 為什麼他做這些事 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那好在我在加入 行政院社會 有做一個勞固協商 那當時林學院長 有答應我說 除了禮拜一禮拜四 我需要在行政院裡面 開政務會議跟院會之外 其他時間我愛在哪裡 在哪裡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禮拜二現在也空出來 所以我就之前每雙週二 有的時候甚至是每週二 我就會在各地的 類似社會中心這樣子的地方 我們會從 不是會 已經從吃幾次了 從各地的行政院的 聯合服務中心開始 所以這非常的predictable 就是說 我每雙週的禮拜二 一定會出現在 行政院四個聯合服務中心之一 那四乘上雙週 就每個地方 我兩個月一定會去一次的意思 那在這裡面呢 那我中間的那個隔起來的雙週二 我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好比像說 所謂的花東服務中心 是在花蓮 但是其實台東的花蓮非常遠 所以我就可以去台東 我也可以去其他的別的離島啊 這些地方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個 我去的時候 我是實際看見 那個地方的朋友們 他們會帶我到田裡 到部落裡面 到各個不同的地方 那第二個是說 我跟我一起的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 做直播的朋友們 所以說 隨時我只要在這些 聯合服務中心出現 它就會聯繫到 我比像說 我之前 昨天嘛 事實上 才在花蓮 做普悠瑪過去 然後我們連線到台東大學 然後又連線到台北這邊的空總 那所以是三個地方 然後呢 在空總這邊呢 我們十二個相關的部會的朋友們 所有的承辦 他們就在空總 所以他們每個禮拜 就是在空總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們會透過視訊的方式 看到我看到的任何東西 所以任何朋友們 把我帶到哪裡 這些十二個部會的朋友們 就看到這個東西 他們隨時問問題 這個球基本上 不太可能漏接 就是該管部會的朋友們 就會把球接下來 接下來之後 旁邊十一個部會 就知道 以後有這個問題要找他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變成一個virtual team 變成一個虛擬的一個團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 是我們叫按字關卡 就是每個人講的每一個字 在下一場的時候 都會公開起來 給下一場的朋友參考 我們兩個月之後又回來 所以基本上 大家講的每一個字 在兩個禮拜之內 一定都可以獲得具體的解釋 在兩個月之內 一定都可以獲得解決 那應該沒有什麼故會 我們調不到的 大概是這樣的處理方法 所以這就是一個 需求反應時的巡迴 走動的一個治理結構 我們透過這個治理結構 去看到台灣各地的社會創新的能量 並且去試著解決他們 好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解決 幫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那提出問題的人 我們盡可能給他們空間 讓他們不會有犯法之語等等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是待會兒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想進一步的細節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 最後我們留完整的一個小事給大家 我們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興趣的話題 好 有三位朋友說阿羅哈 OK 好 那是可能應該是阿羅哈的道中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說公部門的改造 除了口號之外 有什麼實際作為 能夠讓民眾有感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 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事情 是 我們有一個公共政策的網路參與平台 那這個網路參與平台 有兩件 三件事情好了 我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都是讓大家很 就是民眾實際上很有感的 一個是這個平台最熱衷於參與的部會 其實不在行政院裡面 是在監察院裡面 就是我們的審計部 這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部會 要問民眾說 你對我們施政有沒有什麼建議 他為什麼要花時間來給你呢 其實大部分的問卷 大概只有一些利益關係 然後回應 但審計部很厲害 審計部呢 他會說 開北市現在要發展社會企業 以前他都是補助給庇護工廠 現在他用一塊錢租給社會企業 讓他們去雇用生長者 那像這樣子的就需要新的審計原則 那以前陣鋒足跡說不定就把它擋住了嘛 但是審計部就說 好 那這樣子來 我們要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我們也不太懂 我們就問社會各間 你對這個做盤有什麼疑慮 那那個只要你有疑慮就把它寫下來 我們這邊有專業的審計人員 會把你的這個疑慮翻譯成這個公務的用語 然後寫一個信給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委 就是我啦 然後呢來想辦法去進行回答 讓我們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所以審計部在這上面是非常active 而且呢 你要人民帶下來這個找麻煩 對不起 來這個提出疑慮 這個真的是回應非常多 像新北市集合攤販夜市集 公有零售市場管理就有737個回應 台中市政府長者照顧人力資源運用程度 也是74個回應也還不錯 400多人投票 所以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次當他們不知道要怎麼來做監察的時候 他們就問網友說 你們帶大家一起來監督 然後他還把這個會整 變成新的審計跟監察原則 我覺得這個人民真的是蠻有感的 就是說這會讓願意創新的公務員 先願意創新 然後又不會被擋住 但是人民真的有疑慮 那就由擅長監察的朋友們 來幫忙這些疑慮去做會整 那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提出來就是來監督的這個部分 來監督的部分 目前這是院列館的計畫 會在這上面去揭露 那這個就已經有相當多人參加了 直接污水下水道啊 協作啊 這都有相當多的回應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所有的部會 他當年答應要做的東西 比如說這是九年企業計畫 做到了第九年 他們目前這一期 他們開了哪些標 工程施工 他的累計執行紀度 跟這個累計的預算執行率 像這個是金門大橋 那都會在這上面去做視覺化 我們試辦了一年 先從院列館的重大計畫 我們從下個月開始 所有部會自行列館的所有的小計畫 一年期的全部都會上這個平台 所以等於是說 國發會以前就是管考處看得到的 大家都看得到 監察院看得到的大家都看得到 那這是一個公開管考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其實是人民非常非常有感的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到底做到哪裡了 那這個時候與其要管考人員 或是要院長信箱的人 隔著一場來回答 不如大家自己上來看 這個橘色的線條是 累計預算執行率 它叫累計 理論上不應該往下掉了 但是在金門大橋這一案 累計預算執行率長這樣子 然後累計執行進度長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網友留言 那他的拼字當然不是非常的違反 但是也是讓人很有感 就是說他真的覺得圖是不是畫錯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他是以前 他要透過明代來所資 或者是透過院長信箱 或透過隨便什麼別的方式 這一串字 就只有那一個人看得到 從承辦的角度來看 他也不生其煩 同樣的東西他可能已經回過25次了 但是呢 我們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所以呢 以後找金門大橋進度落後或什麼 很容易就找到這個東西 那找到之後大家就可以就事論事 不管在立法院還是其他地方 就這個東西的回應再往下攤 你可以假設他都看到了 而不是大家在資訊不同步的情況下 去各自去做猜測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我覺得人民還算有感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部會管考的計畫 都上來之後一定會更有感的部分 那第三個我想要提出來的就是 電子元素 就是所謂T電子的這個部分 T電子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非常具體的案例 就是我們這個 有一位提案者啊 他在去年5月的時候提案說 暴血軟體難用到爆炸 嚴格來講這並不是一個點子 這只能說是一個感受 那但是無論如何 他就在這上面開始連署 然後連署他沒有到5000人 他可能到50個人的時候 我們因為每一個部會都有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專門來看 這一類這個反應的朋友 他們就說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馬上回應 因為這個民怨就顯然要爆炸 這是在立院質詢之前幾天的事情 所以說呢我們的PO財政部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楊金亨 就馬上上去回應說 我們會開一個協作的一個工作方 邀請所有的提案人 跟所有在裡面提供負能量的這些朋友 不是說會炒的小孩有糖吃 是會炒的小孩就進來處方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到底哪裡難用 以及怎麼樣可以更好用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一旦這樣發出邀請 網路上面的負面聲浪本來是八成 正面只有兩成 馬上就變成正面九成 負面只有一成 所以大家都忽然變得很有建設性 想要提供給這個工作方 有能夠具體產出的這種建議 所以我們就邀了 所有罵的最兇的人進來 然後就發現說這些罵的最兇的人 都是學有專長 不是互動設計師 就是資訊工程師 就是體驗設計師 就是常年的部落客 這個都非常非常有專才 就是因為就是愛之聲則之切 所以才罵成這樣 所以說當他們進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拼命貼便利貼 我們就把報稅的整個過程裡面 從收到宣導 進入畫面 怎麼樣登入 憑證 原件安裝 所有的部分 它會碰到哪些系統 它運到哪些問題 自爆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這也重點都是說 我們是拿網友實際的那個話 就直接貼過來 我們沒有去曲解它 也沒有去摸它頭 反正就是說他們罵什麼 我們就貼什麼 然後那最重要的服務設計 最重要就是說 使用者的情緒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服務體驗設計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說 你隨著他的每個 touch point 就是他跟你的接觸 他心情要越來越好 那但是呢 報稅也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這張字很模糊 他一直想到要報稅 心情就不好 就是說這個系統 你要他越用心情越好 是做不到的 但是至少心情可以不要變得很差 就是說他可以在中間 情緒保持平凡 我們就是滿分了 我們沒有說你報完稅 這個忽然間充滿了正義感 或使命感 這個可能真的做不到 好 那這後面有很多具體的解決方法 我們都貼在這邊 那我們開完一場工窗工作坊之後 最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我們就發現 財政部的官員就發現 資訊中心的朋友 官貿的朋友 就發現說 真的這些網友比我們懂 那這個是一般公務員 很難承認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這個特定的例子上 就是在Mac跟Linux上面 確實這些使用者體驗的專家 因為我們平常公務用的是Windows 我們真的不太了解他們的感受 事實上是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又開了五場 協同創作的工作坊 然後就把每個Stateholder 包含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廠商 我們的專業的引導員 我們各部會的PO 還有我們的這個所有的這個 進來的這個進廚房的鄉民們 然後還有我們的財政部的五區 國際局務公務員們都一起下來 一個一個一個畫面去重新去共同創造 所以就像剛剛那個社窗空間的中心的創造一樣 就本來長這麼醜的東西 那今年就會變成這麼漂亮 那當然本來Windows那個版本還是在 大家用慣了還是可以用 但是如果願意用比較漂亮的東西的話 那就可以去用我們重新設計出來的這個界面 那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重點不是最後這個東西漂不漂亮 是大家有沒有參與感 這個有感的感是參與感 我們過程裡面所有 甚至他只是寫了幾個字 一張便利貼的網友 在過程裡面我們過程完全公開 都不斷的幫我們在社群媒體 在PTT在臉書在Twitter 在他部落格上面宣傳這個消息 這個是我們買多少業配都買不到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有參與 他proud of it 他覺得說今年的報紙人裡面有我的一份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是讓大家很有感的 那這個是連署平台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就這三個部分來回答 有這個四位朋友想說 這個要以實力說明創新政府跟透明政府 非常好的問題 我剛剛有一些比較像是透明政府的部分 那創新政府的部分 好那我做一些這個法令上面的一個解釋好了 所謂創新它其實就是做一些 之前的人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要做創新基本上就是要有人來吸收創新的風險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這樣子一種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就是因為要分散這個創新的風險 這句話怎麼講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每季會告訴所有的次長 所有的資訊長 因為有哪些公部門的創新要發生了 好比上說這個月我們的主打心就是總統杯黑客松 那總統杯黑客松 總統杯社會創新黑客松 大家聽到黑客松的時候 現在想到可能都是大家關在一起 然後做一兩天的這個共同創作 然後就demo一下 然後可能辦一些獎嘛對不對 那就是滿承接式黑客松的一個情況 但是總統杯黑客松跟別的黑客松都不一樣 總統杯黑客松的重點是說 它的時程是三個月 它不是只有兩三天而已 它是從三月開始任何人都可以提案 這個提案呢就是解決社會上面這些問題 這些當然都是總統證件 但是意思就是說它是實際上 好比上防災以及公衛醫療 醫療品質 緊急醫療偏向醫療這些的工作 或者青年發展就業 社會安全網長照 弱勢照顧 家暴防治 藥物濫用 環境能源 智慧國土 交通光光等等 只要扣合這些題目 任何人都可以提案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目前有108個提案 絕大多數裡面都是跨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參與 然後呢有些呢甚至是科長層級的 其實就是最知道事情的 他抽屜裡面可能這個案子放了三年 但是不管是他的長官沒有辦法做同向的溝通 或是這個政風主席告訴他不要做 或怎麼樣不管為什麼 他就是沒有把這個東西變成 我們在政務官層次看得到的政策 但是現在因為有一個人幫他吸收風險 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 所以說他這樣子提出來呢 他就不用被怕說 好像是在公務體系裡面會惹人變 他可以直接去找一個民間的朋友 我看到很多是地方政府去找當地的一個小的媒體啊 或者是一個什麼靠他們來提案 他只是配合辦理而已 但事實上是他的主意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收到了非常多 非常有創意的案子 我們今年因為能量有限我們只能挑20個案子 那我們在周末我們大家會聚在社況中心 我們評審會去評出20個兼具創新可行性 跟受騙影響力的案子 在這個案子之後呢我們會開放個人參賽報名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這種公務人員提的案子 他後面也許需要資料的分析師 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這些專才AI的人員等等 那也許他們部門裡面沒有 所以他們在提案的時候可以同時說 另外by the way 我還需要四種不同專長的人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開放報名 而且我們沒有國籍的限制 這個網站也有英文版 所以很多國外的朋友也越越意識的想要參加 所以我們就會媒合這些英雄老漢 跟這些有提需求的這些朋友們 然後呢開好幾次工作房跟指導會議 然後最後在20組裡面 希望能夠選出五組來 然後這是我們的這個評審團 那所以希望能夠選出五組來 然後呢讓總統親自當PM 然後陪他走完整個融入公務體系的這個流程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挑的這個評審團的這個組成 裡面既有這個高階的文官、事務官 然後也有就是比較懂研究的這些朋友 但是也有去專門做社會影響力的朋友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是初來號召的啦 那對那像這樣子的組成 然後也有地方政府像錦登老師這些 所以像這樣子的組合它比較橫平 它也比較能夠確保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釋出來的創新 很快的可以被其他城市 甚至全世界去複製 那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總統被社會創新黑客送的一個做法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呢 我們在這種不達宣傳的時候呢 這就很好用 那次長就會回去說 欸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會去提一下 反正總統幫你吸收風險嘛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有效率的去把這種創新的可能性 這個種子去植在這個公務體系裡面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每個月 所有的固定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會投票選出這個月最值得大家協同合作的 那裡面也不乏一些自肥的案子 好比像說這個 好 那這個呢 你看也有五千人連署啊 這是 不過五千裡面可能四千人是公務員啦 那它就是說修改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每次休假應該至少半天 要改成每次休假至少一個小時 那這個呢就是你要回去照顧小孩啊 或緊急要跑什麼事情啊 或就是國旅卡還沒刷啊 都可以非常有效的 來利用這個新的請假規則 你說權序部為什麼不改 它就是沒有依據而已 它並不是不想改 只是從來也不會有一個長官 莫名其妙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讓他有一個依據可以做 何況這又是跨院的 需要人事總處跟考試院的會閒嘛 所以雙方都不會願意找 當那個找對方麻煩的 可是因為有這個連署平臺 所以就有一個依據啊 又因為我們的 康律联盟委員每個月會投票說 這件事情我們就是 請行政員的力量下去做 那所以說因為支持真的是蠻自肥的 所以大家都投這案 那投這案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依據了 我作為政務委員 我就可以請人事總處去協調考試院 考試院因為 可能因為他們自己也用得到啦 所以他們這個公告14天之後 火速通過 所以從五月開始 大家都可以這個用一小時 當作單位請假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例子 但是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只要有人願意吸收風險 只要Credit是大家平分 沒有人不喜歡創新的說真的 很多這種東西早就應該改了 那像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蠻有感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有八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人才出走的時代 頂尖生出國讀大學 醫療人才外流 請問怎麼看 現在教育以及醫療環境 有哪一些隱憂以及改善的空間 醫療比較不是我的本科 但是我確實之前是十二年 國教課發會的委員 所以我可能還是從教育的角度來講這件事情 我自己其實雖然我人一直在台灣 但是我工作到我接徵委員為止 我都是接國外公司的工作 我跟蘋果六年 跟Sociotex八年 跟牛津大學大概五年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其實都不是在台灣 我只是人在台灣而已 那像我這個情況的狀況 我們叫Digital Nomad 就是數位遊牧民族 這個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之前真的人才外流一個問題 就是說像我這樣Digital Nomad 有時候就是認識一個很像一個新加坡的朋友 我們挑到一個很好的題目 我們也沒了一筆錢 我們就開始創業 好 那但是呢 十次裡面有八次到九次 就是台灣人就跑去新加坡了 那只有一兩次是新加坡人到台灣來 事實上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這樣 是因為我們之前對於就是國外的人才來這邊 真的是不友善 那不管是在醫療上面 在社會福利上 在對他的家屬的照顧上面 在各種各方面非常非常不友善 我們僅次於日本的不友善 那但是日本呢 最近才改成全亞洲最友善 那所以呢 我們也跟著講 我們現在全亞洲第二友善 所以就 這個交往必須過正嘛 所以我們都交往到過正的那一邊 所以我們在 不管是外國人才專法裡面 現在特別是說他來了 有各種非常幾乎等同於我們的 這樣子一種待遇 又或許我們連國籍法都修改了 他待了五年 或他有疏勋於我國者 那甚至不用放棄本來的國籍 都可以進行規劃 這些都是我們本來國籍法的架構裡面 根本沒有想過的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呢 我們就覺得說 任何人他只要願意來台灣 對台灣的社會創新有貢獻 產生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我們何妨認他為台灣人 這有什麼不好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新的想法 那但是這個想法 我們要讓全亞洲 或甚至全世界的朋友們知道 我們才能終止這種brain dream 就是大家都被類似的program 吸引到別的地方了 像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他們有發一種visa 叫global impact visa 就是全世界 只要能夠對紐西蘭 創造正向社會影響力的人 他根本不用你投資 也不用你給錢 也不用當地的公司 你自己個人都可以 你只要有一套社會創新的想法 他給你錢 他幫你募資 他讓你去紐西蘭那邊 創造社會影響力 他賭的就是說 即使到最後你不成功 因為你跟那邊的社群 已經連帶太緊密了 所以你也不會想搬家 你就是像馬接醫生這樣 對 就是你就是在那邊了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思維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 最需要做的一個思維 那另外就是在教育的體系裡面 我們這一次在做 學年國家新科大學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想法 是把以前技能導向的這個教育 全部改成素養導向的教育 技能導向教育簡單來講 可能不會比我熟 因為我只念到過二 技能導向教育簡單來講 理論上 就是從高中開始就把人分流 分流之後呢 在幾種移植的技能裡面呢 他好像一個跑道 大家彼此比較 然後最頂尖的這幾個 就讓他繼續發展這個 其他呢 就趕快引流到別的地方等等 那這樣子當然就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包含說人跟人之間 善與彼此競爭 但是不善與彼此合作 好比上說一種新的學門出現的時候 他很難做跨學門的對話 以及更重要的 當AI的時代來臨 所有這些技能非常純熟的人 他已經identify他的技能了 可突然間這些被機器取代了 那工具員再厲害 也沒有人形工具厲害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人性尊嚴的剝奪跟喪失 等等的這種不幸的狀況 那是全世界的狀況 也不是只有台灣的狀況 但是東亞應式教育的情況下 特別容易產生這種不對齊的情況 所以我們新的素養長教育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12年之後的未來 所以我們就不預測了 然後我們告訴小孩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有自發學習的能力 你活到了學到老 你要有好奇心 那要跟老師一起學 老師不是教你的 然後要有互動溝通的能力 就是即使對方跟你長得不一樣 語言不一樣 專業不一樣 你還是要想的話 講話想到對方聽得懂 對方講你要想到他聽得懂 然後一起共好 就是剛剛講到的 找到共同的價值的這個能力 common good的能力 那這些東西 會變成我們新的課綱 新的大考中心 所有這些東西 都已經進行了調整 那這樣子養出來的小孩 他不管人在哪裡 我覺得對台灣都是net plus 就是說他並不會像以前那種 好像只會競爭的思維 那我們這邊在培養的就是 就是人情啊 就不是狼性 所以我想這也是滿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的人才 他從全世界角度來看 對全世界都是有利的 他如果願意來留在台灣 那是因為他對台灣 有正向的影響力 也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他非留在這裡 我們不是把人關注 我們是把外國的人才 把各種各樣的人才 透過台灣人的這些貢獻 去把它吸引進來 那這個我們法律的部分 課綱的部分 該改而都改了 這是要落實 尤其要改變家長的心態 這個是要整個社會一起做 這不是只是政府 就能夠做到的事情 有位Adams這位朋友想問說 將台灣的社會重新化為世界的險局 所謂台灣學 是不是有可能的 透過雲端技術 台灣是否在雲端有數位雙生 這是有點作弊 這是兩個問題 而且我看不太出來的關聯 不過沒有關係 我兩個都回答好了 台灣學是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國際上面 我在給這份簡報的時候 就是社會創新這份簡報的時候 大家可能知道說我是在日內玩那邊 有透過機器人講台灣的數位集會 這個是聯合國正式會議 然後用視訊的方式參加 但是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是說 我在那個之後也用視訊的方式 參加了在首爾的聯合國亞太新社會的活動 在跨勒蘭克吉隆坡的聯合國人居住的活動 然後以及在梵蒂岡 因為是梵蒂岡我人可以過去的 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的活動 那像這些活動這些聯合國的國際場合 他們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其實也是今天為什麼這個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要用這一張當作結尾的原因 永續發展目標是我去梵蒂岡的時候碰到的 那位Jeffrey Sachs教授 他以前是寫千辛年發展目標 現在是寫永續發展目標的 算是總主筆吧 就是那個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顧問 那他這次設計SDG跟以前MDG真的不太一樣 他的目的是說 這些東西 他是做任何一個的時候不能犧牲別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共創共好的那個邏輯 在SDG裡面是非常非常根本的 就是說你不能因為要做到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犧牲掉潔淨水資源 或者犧牲掉這個公平正義跟和平等等 所以這些部分他是做一個整體性的考量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他特別注重什麼呢 就是SDG17 SDG17就是說每一個目標都不是公部門 私部門或者第三部門能夠獨立達到的 所以誰能夠貢獻出讓這些不同跨部門 有效率的彼此聽懂並且對話的方式 不管是我們現在這邊在講的寬評是人權 任何領導都應該能夠順序到網路 我們剛剛講這種聯署的平台 社會創新的黑客松 所有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對應到SDG17裡面的具體指標 我們在做這些就是聯合國覺得最重要的SDG17項 那當然在裡面的每一項特別項目 其實很多消滅貧窮啊 這個優質教育啊 台灣也都有非常多可以貢獻的地方 這個是局勢皆知的 但是在SDG教育裡面 我覺得我們特別可以貢獻的 就是說我們有一套可以跨世代 跨領域跨國界能夠達到對話的 這種SDG17項的創新模式 那這個是大家都很願意去學的 不管是裡面小的工具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法規 或者是最上層的這些權力關係等等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呢我舉的例子 好比像說像我們這邊 有一個叫做空氣盒子的一個社會創新 這個創新就是說大家都覺得空污很嚴重 可是沒有人講出來空污到底是怎麼回事 或哪裡來的 所以說G01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覺得GOV就是政府 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好或者沒做 那GOV.TW那個網站 你就把O換成了0 你就進入臨時政府 一個影子政府 它就是民間的社群自己去試著想說 政府可以做什麼 但它還沒做 我們先來做 讓我們拋棄到住宅圈 讓我們讓政府很容易就能夠去加入 所以這邊呢就是大家自己的PM2.5 sensor 用很便宜的感測器架了大概2000的不同的點 在全台灣的個地 一眼就可以看到目前的空氣情況 比環保署的色彈多 但是沒有環保署的色彈準 那這個呢在我們在國際場合上分享的時候 大部分亞洲國家 尤其東亞國家的朋友們都會跟我說 像這樣子的一種民間自行組織 尤其它威脅到環保署的公信力的時候 在我們國家 就是他們國家 不要到2000個站點了 到20個就可以請去喝茶了 到200個就茶水表了 它沒有機會漲到超過200個 那確實是這樣 那但是在台灣 第一個我們有200%言論自由 第二個我們中央政府呢 對於這樣子威脅到可信度的這個做法呢 一向是採取打不過就加入 這樣子一種概念 所以說我們打不過我們就加入 我們就在公共民生互聯網 就是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的數位建設 特別變了一大筆錢 就是要提供這些朋友高速的運算平台 便宜的準確的PM2.5Sensor 請公演員做等等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確保說民間的老師們 跟我們中研院的老師們 跟公務員 大家的計算是用相同的資料來計算 大家的預測模型是可以彼此驗算的 而且大家都不會受到計算資源的這個限制 然後呢甚至我們跟一些無人機的廠商配合 在環保署側站的上空 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五百米的地方 去量高空的實際的空氣品 去做一個三維建模等等 這些全部都分享公開出來 讓民間的朋友可以去做驗算跟做價值 那這個是贏回信任基本上唯一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很願意這樣做 那因為這樣做這個模式就很容易擴散 一下就可以擴散到全世界 那當然大家不一定還記得是台灣出來的 但是至少這樣子G.V的概念 就是說政府沒有做民間先做 做給政府看 也不是要踩政府的台 有一天還是要merge回政府去 在這個概念 我們每傳播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朋友像我去紐西蘭 他們就註冊去0V.NZ 每一個地方他們就註冊去0V.NZ 所以這個概念本身其實是非常容易傳播的 我們也會在今年的5月5號到6號去邀所有亞洲的這些中介組織 一起來台中的文化創意展演員去 跟以前本來都在台北辦活動的社系流 跟每年都在高雄辦活動的喜漢兒 一起去把各個不同部門這一類的社會創新 全部都讓亞洲的朋友們看到說台灣正在做這些 我們做這些本來英文的資料可能真的比較不足的 我們趁著這個活動一次全部把它過激化 那這是我們在外交上面的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這位朋友關心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Digital Twin 我們在實體的世界裡面有空氣 我們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我們就要有空氣感測器所build到的這樣一個東西 我們在實體實體有零位辦理的報學軟體 我們在雲端世界就要有你能夠線上報學的報學軟體 我們所有在現實世界裡面發生的社會關係這些結構 然後我們都要在雲端或者是在數位上面把它複製一份 那這個概念我們已經把它寫入 我們的政府數位服務準則GDSP裡面 那這個是也是在中文平台上蒐集完意見之後 具體回應的一個東西 大概一兩個月之內一定會收斂 收斂完之後 所有之後資訊採購的這些原則 都會因為這個準則而修改 那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我這邊只講最重要的幾個概念 就是說使用者體驗優先 跨領域的機制 協力的資源 開放的工具 一個以使用者經驗為主的快速迭代的一個 績效的衡量 那這些東西都是以就是所謂的multi-stakeholder 就是說這個使用者的對象也包含第一線的公務員 它不是只讓人民方便 也讓第一線的承辦方便 它不是減低資安外面這個的風險 也減低內部管控者的風險 就是說一切都是相對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要照顧到這些人的需求 建立跨領域合作機制 而且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就是要有人來吸收風險 那就是要有管理者來擔當這個跨部門的決策權 然後來建立跨領域合作 那這個東西就是這位朋友講的Digital Double 就是現有的非數位廣道 一個一個去把它數位化 然後在留意中間的銜接跟一致性 那這個東西未來就會變成我們做所有的資訊服務財客 不管是在契約飯盆裡面 在管考裡面 在所有其他裡面 都會買進去的這些point 那我們今年會挑三個大家可能最有感的東西 護益證啊 公司的申辦啊 這些還有社福的這個申請等等的這些東西 去用life event 就是實際實益助盡娛樂的使用者的角度 去重新規劃這種跨部門的東西 因為以前電子化政府時代 就是四個零貴就會變四個網站 你四個零貴如果合屬辦公 你可能跑的時間呢 這個比起你去四個網站還要少 而且你可以認識新朋友 那但是他如果去四個網站 你要點重複的資料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在Digital Tooling 取得的過程裡面 又可以確保說這樣做出來的 真的是讓大家服務的體驗有變好 而不是有變差 所以這個確實已經是我們的 社會國家創新經濟裡面的一個固定的政策 也很歡迎 所以是上我們GDSP的那個 中原平台上面的中海獎 來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三十五個問題 那我們還有半小時 那平常資源這個分布不群 要怎麼樣行動診所或者是遠距醫療 這個有很多社會企業在做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在社會創新的過程裡面 會一直挑戰到法規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概念 叫做創新法規沙盒 那這個法規沙盒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或比較遠距 你要心理師要遠距看診 那在心理師法寫的時候 他還沒有想到網路 所以他只有寫說職業裡一處危險 但他沒有講的是心理師在一處 還是個案在一處 這個有解釋上的一個模糊的空間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法規它是有意義的 有意義就會讓創新者 他沒有辦法募到資金 因為他不知道他投資之後 會不會一個寒事下來倒掉了 所以在以前這個狀況是非常不利創新 但是我們新的這個國法會主委 陳美玲主委 他的法解式學 我們那個賴院長的法解式學 跟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呢真的是有一種 法律沒說你能做 你就大概不能做的那個感覺 但他們現在完全翻過來 就是法律只要沒有說不能做 就是能做 那如果法律沒有說不能做 但是有一個韓式說你不能做 這個韓式應該廢止 如果這個韓式沒有說你不能做 但是以前跟你很像的個案 被有一個韓令說他不能做 然後被擴大解釋成通案 這個應該廢止 所以他們現在 國法會法協中心 每兩個禮拜的給各不會的KPI 就是你們又廢止或鬆綁了多少韓式 這個狀況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當他的KPI變成是說 我們要幫社會上面創新者 解決問題的時候 各種各樣新的想法 就會湧入這樣的平台 當然很多朋友並不是法律專業 他也不知道他現在為什麼法 所以呢中期處就是經濟部 他們有一個sandbox.org.tw一個網站 你在這個網站上面可以先說 我不知道這個違不違法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鑑定一下 那他們就會有免費的資源 幫你去媒合到合適的地方政府 找到適合的成敗 如果確定是有法律問題的 再往上丟到國法會 那他是前店嘛 國法會是後廠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非常快速的 以周圍周期的在迭代 然後去把這個法規的部分 進行調整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新的一個治理系統 那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他比較遠距醫療 促成醫療法的這個修改 當然那個很多他已經在問了 那但是在心理事法的部分 或者是精神醫師 能夠透過視訊的部分 就是透過國法會這樣子的平台 快速的收斂出共識 快速的讓立法委員或這些助理 都的疑慮能夠解除 然後呢 就快速的把我們修法草案送出去 所以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就是法規條式 也是社會創新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支柱 就是說我們要採取一個法律 只要沒有明確寫說你不能做 基本上都是能做的一個態度 那為了這個呢 我們現在有各種 所謂的創新實驗條例 簡稱沙核的法律 這就不只是法規了 好 比較說 目前剛三讀通過不久的 就有一個金融沙核 金融沙核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 金管會本來在管理的事情 你要用分散式帳本 所謂的區塊鏈科技 去做一些保險不像保險 這個貸款不像貸款的這些東西 那金管會以前都會說 你這是我不要知道 所以我就把它駁回 那但是有了這個法律之後呢 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申請 我接下來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就是要違法 而且呢我要違法 除了金管會這些法律之外 我還特別去指定 別的部會的法規命令 我也要一併違反 那我有一個好理由 我覺得這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那金管會呢就必須陪你玩 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召集各界的專家 社會上實際碰到的利益關係 來確保在一定的貢險範圍之內 你的這個模式 到底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那如果是好事 那我們這邊法規就必須調整 立法院就要把法律送到 那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業態 那如果這是一件壞事 那感謝你的投資人幫社會付的學費 下次不會再有了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過程 我覺得才是大家一起學習的過程 而且我們也看到 在金融法規沙盒出爐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推無人載具 AI沙盒 那你就看到說承辦 本來是說 你有一個申請案來 我幫你鬆綁 我還要花兩三天 我一定得實踐成本 我把你駁回 我就沒有實踐成本 所以以前都是駁回了 那但是呢 有了沙盒之後呢 就不是這樣了 我讓你過關 我幫你鬆綁 我讓你覺得說 這個真的不違法 我只要花兩三天的成本 但是我如果把你駁回 下一步就是 我要陪你玩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我身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就是改變了 承辦的這個作業的形態 它就會去想說 好吧 我本來就有一些實證目標 那這個跟大家的社會創新 真的是符合的 那為什麼不讓民間來做呢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我們一點一點的 也在改變承辦的這個想法 那這個呢 未來就是AI融入醫療 區塊鏈融入醫療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指日可待 那至於別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有類似的 創新實驗條例 我覺得很大的程度 要看我們前兩個 出來的前幾個case 整個這個社會 是不是能夠滿意 或者是不是能夠了解 但如果各位有一些違法的東西 不是違反醫療法 而是只是違反一些法規命令 你今天就可以用金融團會沙盒 去挑戰它 所以這個其實也一定回答了這個 這六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公務法規的限制 同樣的公務員也是人 也是利害關係者 也可以去平台上面提案 也可以去社會創新黑客送提案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 把公務員組織起來的這個群組 像什麼公務人員 革新力量聯盟之類的 大家都是在 不管是在工作條件上面 在達成自己的服務的目的上面 慢慢慢慢都跟我們現在 從政務官層級去做跨部會的管考 抓大放小 不要大家再填五次一樣的表單 反正就公開管考了啦 然後等等這些部分 慢慢慢慢我覺得可以對齊起來 然後就可以變成是說 大家都勇於去挑戰 甚至是用匿名的方式去挑戰 這些已經播合時宜的作業方式 那這個也是一直在發生的 有位朋友問說我的其他八位同事 是不是都像我這樣子smart呢 就跟大家報告 我另外八位同事事實上 我都覺得說比我還要smart 還要聰明 今天各位看到的是這個 就是比較新的一位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是因為我自己 對 剛剛那個主持人有一個 單位換算上的兒傳 我的IQ不是180 我身高才是180 然後那個成人 那個偽視智力測驗 只能測到160的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智商多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成年人的智商 其實真的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如果做過偽視智力測驗 都知道他要測什麼嘛 所以你只要帶一個手機 上面該灌的app灌一灌 要不然都破標了 說真的 就是說這種就是cognitive 就是認知功能 我們現在絕大部分的人 即使是5WAR 都是全部交給手機來做 或者是iPad來做 那你去測說 我能不能把一串子倒過來擠 或者說看到一個image 能不能在腦裡把它轉90度 我就拍個照轉90度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 你善用工具的話 這種個人的認知功能 就幾乎完全沒有意義 何況未來AI的世界 會把這個變成完全完全沒有意義 就是任何一兩秒鐘 不假思索 有IQ自然在測的那些東西 反正多少子動畫 那很可能是最沒有意義的東西 那但是呢 我覺得就是我的正位同事們 他們在就是人跟人之間 如何去傾聽 如何把話講的 大家都可以聽得懂 如何去在各部門之間 去找到大家 這個共同而立的這個 就是共同價值 那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都是所謂正式工作 我覺得都是非常厲害的 那我在做部分正式工作 真的也只有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一直是在跟其他正位同事學習 那這是真的 怎麼樣讓政府找到人才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所謂公僕的公僕 大家可能都已經有聽出來 就是說 我是幫基層承辦 減少他們的勇士嘛 就是讓他們早一點下班嘛 我幫中層的這個事務官 能夠吸收他們的風險 讓他們好的idea能夠 如果出錯的時候 就是我來辦單 或是讓總統來單 然後我讓高階的有使命感的文官 他想要把國家帶往好的方向的 讓他們這個績效能夠看得出來 而不是像以前這樣子 剪彩的時候都是正務官剪彩 但是出事情的時候 都是肉搜到事務官 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倒過來 就是說出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出來這個負責任 但是如果是有credit的話 應該就像剛剛我簡報裡面 我會不斷的把credit share給具體的 這些事務官的朋友們 那我覺得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大家才比較願意投入公共服務 那在這個公共服務的過程裡面 才比較容易累積成就感 我們所有有做這種參與時預算 公開管好的這些系統的國家 我們都看到一樣的現象 就是說第一個會上來問問題 來調用資料的 往往就是地方來調中央的資料 中央來調地方的資料 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橫向溝通的管道 但透過這種公開的方式 反而可以有溝通的管道 第二波的就是以前就要成情抗議 那白布條這些利益關係 終於有一個地方可以直接跟事務官對話 不用經過民代或者媒體 他們可能還有自己的agenda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會讓公務員 在工作的時候更proud 就是說他會發現說他的公共貢獻 有沒有有幸的 或在有風險的情況下 匿名的能夠讓社會能夠appreciate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還滿重要的 然後我有朋友說社會企業做長照 是否會有獲利跟NPO要如何區隔 或者如何合作 NPO其實這裡有兩個不同的意思 一個是概念上就是說他的所有盈利 都重新投入他的社會使命 這是我們所謂的not for profit 但是他同時又是一種組織形式 就是財團法人或者是社團法人 那這兩個在我們傳統觀念裡面是完全對齊的 就是你要賺錢你就去開公司 但是我們現在公司法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一個解釋 而且這個解釋也已經把它放到新版公司法了 就是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以前公司法第一條就是說 公司以盈利為目的 公司就是拿來賺錢的 如果你現在這個公司說 沒有我賺到每一毛錢都不分配給股東 我要效法尤努斯博士的精神 全部都在投資投入我的使命 那這種公司會不會被股東告呢 這個很難講 但是現在我們就可以說 如果你的章程裡面明確寫說 社會使命跟你的賺錢一樣重要 或甚至更重要 那這樣子的話 得嘛 就是說不是每個公司馬上都要變這樣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不違法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說 你章程裡面寫清楚了 你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公司只要同意 它就可以公開在經濟部 經濟部用開放資料的方式去 等於是讓全世界都可以來做責性的工作 什麼叫開放資料呢 就是說我們一個公開的資訊 公開的意思大家都可以讀嘛 但開放的意思大家都可以去改做 所以說我公開的時候還是PDF 或者是試算表的 你改做啊 就是一個漂漂亮亮的一個曲線圖 泡泡圖 對話機器人隨便啦 那著作權方面 政府絕對不會來告你 這是開放的意思 開放授權 那從這個公開資訊到資料的意思說 本來只有人看得懂 可能是一些掃描檔啊 一些紙本 那資料的意思是說 它是結構化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問這些資料一個問題 它比方說 全台灣有多少家公司在章程裡面明定 它一年至少要揭露一次公益報告書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就可以 未來就可以問經濟部的這個系統 實際上我們現在線上已經有一個登記系統了 那這個東西立法院通過之後 公司要去做not for profit的事情 它就有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依據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有的NPO 財團法人 尤其是社團法人 在以前其實是沒有辦法去開一家自公司的 我們從來只有停過大的公司 要做CSR了去開一家NPO 沒有停過大的NPO做大的 然後來開一家公司 那但是呢 現在這件事情 我們就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那有一些大NPO 尤其是經濟部所屬的一些法人 他們已經自己有一些 所謂的閉鎖型公司的子公司 那現在連社團法人 有一家基督教好牧人的這個協會 他們也要設立一家子公司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三件事情我們要看 一個是說它的使命有沒有扣合 它的協會說要做的事情在章程裡面 跟這個子公司要做的事情在章程裡面 必須要是完全一樣的 第二個是控制權有沒有扣合 必鎖型公司的特色就是有特別股 所以這個法人它可以一個股 但是呢它只剩1%的股份 有99%的投票權 那這個時候不管你怎麼怎麼資 這個東西它不會依托當年的公益使命 這是控制權的扣合 那第三個就是責性的扣合 就這邊的公益報告書 跟上面的公益報告書 是同時公開的 那這三件事情只要完成 我們就允許這家NPO去設一個子公司 一個必鎖型子公司 那必鎖型公司的另一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勞務出資 所以你甚至不用用當年捐款人捐的錢 你就可以說 我透過這個社會信用我的勞務 我就擁有這個股份 而且這個股份還是特別股 那我們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NPO能夠透過一個子公司的形式 去拚專業的經理人 去跟資本市場發生關係 然後去盈利 但是它的盈利 它按照它章程的明定 它要用某種方式再投入 它的這個NPO的做法 那這個在我以前熟悉的就是矽谷 有非常非常多的大的社會企業 像大家可能知道做Firefox 火湖這個瀏覽器 以前是Netscape的那個基金會 它就是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你到它的網站上 它就說我們是一家社會企業 它一年也是上百億台幣的營收 並不是一家小公司 但是它所有賺到的錢 都重新投入這個網路自由的社會市民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我是很熟悉的 那在台灣 我們就剛開始要推動這樣的東西 原則已經有了 那至於怎麼做懶人包 我在下一期的商業主堂裡面 就有一篇專門專門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這邊不多講 有位朋友說 社會不會因為擁有財富而偉大 會因為有創新文化與愛而得到合財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去記這個 七個世代以前的世界 我們記得的都是當年的創新啊 發明啊 文化跟愛啊 我們很少記得說當年的首富是誰了 這個大概都不記得了 那所以我想 就我們如果慢慢的就是 擴大我們的眼界去想期待之後的未來的話 基本上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更橫平就是這些價值 所以是這樣 對 就是 add the fingertips 那確實是這樣 就尤其有手機之後 這樣子行動版的網站 也會變成我們這個最重視的一件事情 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辦公室做的社會創新 我們叫做青年學生體檢政府網站計畫 RAID Rescue Action by Youth 那簡單來講呢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去年 先讓所有的學生 有25個學生 他們在台灣的各地 透過遠距上班的方式來 我們院裡面當見習生 那但是他可以再加上班 然後他做的事情就是去檢查 所有的平板跟所有的這個Mac電腦 不同瀏覽器中間 政府網站跟服務到底能不能使用 那我們今年呢擴大到35人 而且這35人裡面呢 所有的管理者 我們叫做小天使 都是去年的學生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的業務成本呢 零 就是完全是靠上一期來管這一期 那所以這35位學生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去用手機 去檢視所有政府的手機網站 然後去確保說 在裡面做的事情 能夠是不同的瀏覽器 你用iPhone 你用Android 大概都是一樣的事情 然後呢這整個專案的記錄 包含我們去年的這個成果的展示 我們都有 這是所有的 各部會的網站 508個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學生都實際的進去 實際看 而且不是只是做 好像一般的報告書 而是說實際哪些地方跑板 哪些地方看起來可以變得更好 也不是只是挑錯 因為我們還有資訊生 那資訊生做的事情就是 他實際去改那個網頁上的城市 告訴廠商 告訴部會 你只要改這幾行 剛剛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這是第一次從工部門角度來看 年輕人不是來找麻煩的 年輕人是來解決這個工部門的問題的 這對跨世代的溝通也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不斷的去讓年輕人的這些創意 能夠進入這個工部門 而且讓大家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時候是 真的是專業者 真的來幫忙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的工作 我們也是不斷的每年在做 而且也推廣到像故宮啊等等啊的這些部分 那這個是行動版的網頁的部分 我們也覺得相當重要 那工部門不會長這樣 那工部門要怎麼做 那這個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這是個人政治裡面嘛 我們現在非常流行 就是一個人的工作 跟個人政治裡面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所以說我現在的工作雖然是政務委員 那我政治裡面是Anarchism 是Anarchi 就是無政府主義 什麼是無政府主義呢 就是希望任何人都不對任何人下命令 一句話就這樣講完了 那所以如果一個工部門要能夠轉型成 他永遠不下命令的這個做法 那我知道我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到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多一些事情 是工部門能夠跟民間社伙伴關係 多一些事情是大家本來以為工部門才能做 但是後來發現大家糾團集結起來 我們也可以做恐怖感測啊 這樣子的話 這個社會創新者就會知道說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工部門才能做的 越多這樣子的事情 我就以我的政治理念越近一點 所以在現在就是還有政府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目前農民的政府 都是用反應需求式的方法來進行治理 那而不是說好像我最懂的 家父長式的這個方法來進行治理 那這個相當困難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問題 就是以前他都要累積微信 微信就是說你要很懂 那如果你不懂的話 講話要模擬兩顆 導讓大家覺得你很懂 但是現在 是要累積誠信嗎 就是說我不懂 就老實說我不懂 然後你比較懂 那你就進廚房 讓大家一起來做 那就是非常不同的一個心理的狀態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慢慢的 就是用文化的方式來改變 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來讓工部門改變 那這邊呢就是說 共識是不是國家真正所需的政策方向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在政治學上面 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孔多賽這個定理 就是說如果對於一件事情 整個社會裡面超過一半的人 對這個東西是有正確的概念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透過公視覺或透過投票 透過民主程序 做出來就會比單一一個人的想像來的好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 超過一半的人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在幹嘛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所謂的民粹嘛 populism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呼應大多數人 那大家事實上是會往下沉淪 絕對不會往上提升 所以在這裡面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實際正在發生什麼事 甚至包含發生這件事之前 我們在哪裡的這個脈絡 都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那這件事情在以前的問題就是說 每一個部門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都有相當不同的解釋方法 它的目的 它的這個措辭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恆春有八千個人 在這邊連數八千四百四十有個人 說他們希望恆春機場 沒有活化 來內政部的黑鷹直升機放過來 做什麼呢 當救護車用 為什麼要當救護車用呢 因為他們離最近的一個大鷹園 有九十分鐘 很多人就死在後送的路上 所以說他們很明顯的需要 黑鷹直升機來當作救護車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 十到二十分鐘的後送時間 那這個就有八千多人的同意 那內政部的朋友就非常的困擾 因為內政部真的沒有多的黑鷹直升機 何況內政部也不認為 中風的病人真的很適合 丟到直升機上面去運送 所以但是你要這樣子講 就是只能解釋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他們到底真的有醫療問題啊 那但是內政部的權限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在以前的連署平台 我們有這種跨部門的協作會議之前 基本上我們碰到單一部會的 他們真的都處理得很好 一跨部會 馬上就突然間變成這個解釋問題 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呢我們進來之後呢 有導入一個新的制度 這個制度呢非常簡單 就是說如果A機關覺得我只是協辦 B機關才是主辦 B機關覺得我只是協辦 C機關才是主辦 C機關覺得我只是協辦 A機關才是主辦 那大家不要吵 通通都是主辦 所以這是已經明文了 這是願何定的原則 所以這是有點像冰桶挑戰 就是說你皮球怎麼推 到最後都是同一群人了 那又因為每個部會 看到政府聯絡人是固定的一批人 所以我們如果有玩過球看兩男 或學過賽級旅班 就可以知道說 你如果每次都是陌生人 你當然盡可能推給他 可是如果大家都是長期的合作關係 你推得他們有好處 因為你下個月就被報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比較有動機 去累積一個長期的協作的關係 所以像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在這個滾皮球的滾雪球的結果 就是所有這些人通通都進來了 因為某一種解法 不管是要派直升機過去 要活化現有的國防的營區 用軍用直升機 開一條開的高速公路 或者是說要擴增當地的醫療資源 或者醫學中心的支援計畫 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可能都跟這一位協辦不會有關係 但因為大家互相是協辦 所以說都是主辦 那同樣的從連署人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大概十個不同的方向的利益關係 他們也都有各自的利益 想要去訴訟 所以我們就一大堆人都跑去橫村 然後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些人 所有的人通通都去橫村 然後我們所做的事情 在這邊花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就去做問題的確認跟盤點 就是說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這邊有個town hall 就是說有一個大廳 我在那邊有點像一個ESPN的主播 我去轉播這些專家學者 在小房間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完全是直播的 那我們有第三方的中立的主持人 他是英國內閣辦公室 當然一位台灣人 他回來服務 然後引入這樣子一種服務設計的概念 特別他說我們沒有要在今天拍板 拍板是給院長做的事情 大家只要聽到今天沒有要拍板 忽然之間都很放鬆 然後接下來就是提案人要開始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真的很需要直升機啊 然後呢在場的這個 反過來就是空情總隊的朋友們 就可以來解釋說 我們目前的編制是什麼 救災的那個半員是什麼話的 這些專業語言 當然我們都盡可能翻譯成 就是在場的朋友們能夠看得懂的 那很重要說 他不但講了每一個字記錄下來 我們用便利貼的方式 把他跟別人講的話的脈絡記錄下來 那這位是鄉民代表 不是PDT 真正的滿洲鄉鄉鄉民代表 他去代入這個當地的鄉民對於 為什麼留不住醫療人才 就是很多人是這邊長的 但是長大了卻沒有辦法回到這邊服務 到底為什麼他有提出一些假說 那我們這邊司長有做分析 那我們當地的議員有分析說 當地整形外科 神經外科真的是沒有這個人力 那到底為什麼呢 他也有一些想法 那後來我們當然就歸納出幾個 一個是說當地連好的住宿的環境都沒有 然後他並沒有很好的設備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讓大醫院的醫生來那邊 去做練習 因為連設備都沒有 那因為所謂的沒有效益 那其實衛福三分別人家很純旅遊醫院 可是那個地方 因為本來的效益評估公式的關係 就一直沒有辦法擴建 那當地的律師也已經組織起來了 一些朋友們發表他們的意見 然後包含當地的這個立法委員 也從台北用視訊的方式 去提出他的想法 那所以我們終整了所有這些想法之後 我們把每一個可能的 不管是快速道路 或者是說把這個火化機場啊 各種敦親母寧計畫啊 或者是說擴增醫院 或者真的拍直升器 每一個部分的cost effect 全部都算出來 而且讓大家聽懂 聽懂了之後 然後中間有非常多 對於工程問題的質疑 那我們就在場的公務的同仁 都第一時間透過簡報 透過模擬圖 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這邊是進行區啊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所以所有這些部分到最後 就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之後呢 就變成了我們一個總整 從9點開到 事實上超過2點嘛 超過5個小時 我們最後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一份新制圖 那這份新制圖裡面 我在隔個禮拜一 就是禮拜五六日 三天之後 就告訴院長說 我們把所有的 input到output的 這些social return 就是綠色是大家提過的建議 黃色是這個建議的concern 橘色是各部會的回應 藍色是事實性的部分 我們到最後的insight 是集中到 如何讓公費生 護理人員跟在地醫師 能夠回來 能夠留下來的 這個insight上面 我們覺得解決這個時候的問題 才能解決系統性的問題 其他都不是那麼 socially cost effective 那所以這個就說服院長說 好那我們就拨三億去擴增 橫純流醫院 然後就讓那邊 真正有這個設備 而且如果醫中計劃 還沒有辦法支援那麼多人的話 至少先讓高雄這邊的醫生 在這邊實習 那這樣如果真的發生事情 你可以飛醫師過來 而不是把重風的人飛過去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在這邊才提出這樣的提案 這些提案 立法委員都已經提了四五年以上 而是說我們透過這個方法 讓院長看到說 他如果和這個東西下去 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有解決大家問題的方法 並且大家對這件事情的 共同價值是有理解的 那我想這個才是 我們在做這個治理上面 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只剩上 我只剩三趴的電 然後只剩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回應 我就不念出來 這個我完全同意 就是說重點是來 讓民眾避開這個約束 所謂沒有規定不能做就可以做 絕對是這樣子 然後呢 有位朋友問說文化如何創新 簡單來講就是剛剛在講說 如果有節省大家時間的方法 大家多的時間來想新的東西 吸收大家風險的方法 創新的時候可以避開風險 鼓勵失敗的這個文化 失敗你只要分享出來 那我們就還是這個敬重你 那他未來還是可以取得資金跟取得資源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做創新 那這個具體聯繫的方法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具體來講 那我自己的所學啊 是所謂的網路社會學 那我很多是用 有一個叫Castell's 一位社會學家 他所發展的 所謂溝通理論的這個概念 所謂的交換力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在這邊講太多 那這個法規的部分 我們有講過 我們跟社區工作跟社區創生 目前結合的方式是相當相當好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這個 社會創新的發展方案裡面 我們也特別去把 就是在地的結合跟陪力 特別是跟校園的 還有內政部隊 有合作事業的這個部分 去把它放進來 然後以及把國際上面 所有這種成功的 跟地方連結的這個方式 模式透過外交部的力量 能夠引入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地方政府協助 從我們開始有巡迴之後 我覺得這個治理的狀況 真的比以前好的很多 有位朋友 希望我再到退伏投影院 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有一些 說嗨的朋友 我們就一個一個點過去了 然後另外有位朋友肯定 感謝這個朋友的肯定 然後OK 然後有位朋友說OK 然後我們還有15 14 13 12 11 19 8 7 6 5 4 3 好 那OK 好我們終於這個 到這幾個 這個相當有挑戰性的問題 這個有位朋友說 歡迎感謝祝福 真的很謝謝 然後這個就是健保雲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在處理 就是所謂的二代健保卡 這個題目的時候 特別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讓大家 保持對這個機制相同的相信 但是又能夠把它儲存在雲端 然後讓病患 我覺得個案 都能夠知道說我的資料 我如果只相信這三四位醫師 我怎麼樣感染這件事情 如果它中間被調去 我要怎麼樣知道它要被調去 我想這個就是互相的 不管現在大家聽到什麼區塊鏈 分散式帳門 它最後還是回到這個 責性的工作上面 所以這個責性的機制 就是我們現在會設計到 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剛剛GDSP裡面的這個機制 超過五千元提案 其實不一定是值得做的 我們像有八千元來提案 我們改時區改成跟日本跟韓國一樣 我們到最後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有八千元提案說 我們不要改時區 但後來我們把兩邊的人都搖過來 然後我們一起進行一個討論 集中到一個更上位的價值 就是如何讓國際更看見 台灣獨特的價值 大家都發現說 這個改的時區只會爽一下 但是北京方面就可以說 我們一個國家裡本來 就可以有好幾個時區 那這樣就沒有用了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跟香港用貨幣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精神上獨立的方法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去展現這個實質的外交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其實是雙方 不管是哪一派 都能夠同意的 那我想這個是 把我們的本來的一些旗艦 一起往上 變成是綜合說 那哪些東西是我們 雖然立場不同 但是還有共同價值 這個找出來的方法 設定這個平台價值 而不是大家一定要做 那這位朋友說 這個每個月什麼都不做就發錢 在台灣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靠公投 這個很難你用一般的行政程序去做 因為新的這種完全創新的東西 大部分我們從行政體系 我們有讓社會平穩運作的這個要求 像這種大規模的改變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要靠新的公投法 公投法並不是讓它一次過 而是讓整個社會有具體的討論的這個可能性 那最後它當然可以涉及專利的申請 而專利呢也有供給性的用法 跟防禦性的用法 我們有很多創新者是用防禦性的用法 就是確保說誰都不會用專利拖累誰 但是這個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Pattern Commons 這個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上網 或時候來跟我交流 那這個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個工作 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們今天時間也到了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